不知从何时起 很多人尝试起了先婚后爱的婚姻模式 他们以为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只要对方的条件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 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推一下 先结婚再恋爱也未尝不可 但是先婚后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前提下 进入婚姻潜伏着太多的未知 君如35岁白龄女性 每天出入高级办公楼 外表光鲜亮丽 但是她的心底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因为第一次失败的婚姻 君如开始对男性产生极度的不信任 甚至有的时候她会有出家的计划 她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 直到遇到了同时麻俊 她发现自己黯淡的世界里 投入了一丝光亮 从那之后君如就对马俊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想要尝试着接受马俊 恋爱总是甜蜜的 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君如跟着马俊回到了北方老家 眼前落寂的小村庄到处都是鸡鸭牛羊 一不小心就踩到动物粪片 这是君如从没有设想到的画面 她隐隐作偶却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她硬着头皮吃完了饭 恨不得立马就逃离这里 看着未来婆婆那肆意的笑容 她有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眼看着自己年龄的增长 家中的催婚压力 让君如没有推脱的时间了 虽然不喜欢未来婆婆的家庭 但是好在马俊是个靠谱的男人 本想着这个想法呢 两人迅速筹办了婚礼 从大城市家到农村 这个落差呢还是非常大的 她非常反感住在农村 于是催促着马俊赶快在城市里买房 平均呢两到三万的房价 让马俊觉得力不从心 就算砸过卖铁也买不起呀 从每天的争吵发展到冷战 两人甚至是一星期说不了几句话 感情的嫌弃产生了 到了看到对方就嫌弃的地步 这个时候未来婆婆给儿子出招了 儿子赶快让她怀孕 等她生了孩子了 还不是你说了算 女人都这样 有了孩子心就被拴住了 马俊没想到自己的妈妈 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异常的愤怒 妈她是我老婆 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更何况您也是女人 我不想我们的矛盾激化 更不想去伤害她 现在没有房子 是我能力还不够 我会加倍努力赚钱买房的 她也会理解我的 所以没想到这些对话呢 被君如偶然听到了 她开始觉得老公心底呢 还是以自己为重的 但是婆婆的话却让她心寒 她不知道怎么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面对婆婆 心里有了疙瘩 就很难再解开 这样的婚姻还是有很多的风险的 互不了解的两个人突然结合 三观的不同 生活习惯的不同 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碰撞 婚姻极易产生破裂 君如和马俊还是彼此情投意合的 就是因为婚后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未来规划产生分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